早上9点多 黑衣男子进入电梯大楼 过了一个钟头 他快步走出来 骑机车逃逸 他就是6号犯下 高雄林森二路命案的 核心嫌犯 在古山车站电梯口被逮 警方都已经团团包围了 他还装询问同事来了没 他双手举高 身上穿着电梯维修员的制服 知道平常不会有人找到机房 因此躲了一整晚 6号上午 核心嫌犯到前妻 位于林森二路的住处 他用备用钥匙开门 前妻不在 而是看到一名被害人 无姓男子 他不满前妻结交心欢 两个男生爆发争执 嫌犯从厨房拿两把凶刀刺对方 无姓男子 身中多刀当场身亡 嫌犯顾步一阵 骑车到路主 凶刀藏在置物厢汽车逃逸 接着又搭火车到古山火车站藏匿 警方将核心嫌犯带回警局 他头戴白色安全帽 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核心男子今年初离婚 似乎还放不下感情 偷偷摸摸闯入前妻住处 看不到前妻 却见到陌生男子 促进大发 入下大挫 TVBS新闻 武少龙纪元 高雄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